我们现在联系上了中国当局刚刚逮捕起诉的这个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吐赫提的律师刘晓元律师 我们现在就伊利哈姆·吐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名的这个事情和刘晓元律师进行对话 请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这个伊利哈姆现在的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这个情况 刘律师您好 您好 请介绍一下您所得到的这个吐赫提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7月30号新华社发了个消息说伊利哈姆分裂国家罪这个案件 已经移送简单院移送法院警察起诉了 那么我们在8月3号到了乌鲁木齐 那么4号昨天到了法院到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但是上午去的时候联系了一下说负责这个案件的刑事行判第一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上午法院的法官要全体 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官还要开会 那我们下午去 然后我们下午到了以后一直联系不上法官包括书记员等工作人员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后面打到法院的基检监查了投诉电话 这个情况下他们才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法院的办公大楼 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一个副院长 那么副院长告诉我们具体不得行李伊利哈莫案件的刑事行办第一厅 那个副庭长他是到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了 可能出差要5天以后才能回来 他就说那么律师要跃卷 那由于那个副庭长不在可能跃不了 然后经过我们的交涉 他修下了我们的秀权委托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是到了京江维吾知识区看守所 请会见伊利阿姆 那么会见倒是非常逊丽 只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公文包也不能带进去 那么见到了大概10点20左右 见到了伊利阿姆 那么伊利阿姆说7月30号晚上 大概7点多钟法院是给他把那个案件的起诉书 因为案件起诉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 法院就要及时将起诉书送给被告人 他都已经收到了 他对这些指控他认为特别 这些指控主要是他原来办了维吾尔在线 还有维吾尔论坛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或者翻译的短转载的还有自己写的 认为这些文章是有分立 煽动分立国家的一些联论 他认为有些文章可能他自己说是有些文章的业意是 包括他也以及以前继续媒体的采访 认为可能歪曲了他的原因 他自己始终在会见三个小时 始终说他是一贯反对国家分立的 反对暴力 反对慎动民族仇恨 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特别是维族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对社会公共事件以及政治 时事政治的关注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当然特别是他关注新疆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 刘律师 对不起 打断您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在这个大家谈的时间里面插播这个东西 那他指控他是七个方面 但主要还是文章方面 他认为是不够 没有分立国家犯罪的 官方故意是没有的 他自己认为 好 刘律师 刘律师打断您一下 还有两个很快的问题 请您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刚刚讲到这个图贺提 对他被控分裂国家罪的反应 您刚已经介绍了 第一呢 就是您打算怎么样给他进行辩护 第二呢 您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请您一道做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他 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权力 基本权力有没有 被提现出来 就是说他 你这个代理的权力是不是完备 请讲一下 我是还没有看到了案件材料 因为我是现在前这个阶段 案件到了疫情阶段我才介绍 那么刚才也说了法官不在家 没有看到案件材料 我们现在是听到了伊利哈末的一方面的一个陈述 所以据后会做怎么样的辩护 现在我是还不能还在思考 你必须要看到案件材料来 那么作为我介绍这个案件 我感觉是我个人的介绍还是比较顺利 刚才说了 虽然昨天说法院出差了 但今天一会见 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官色 会见了三个多小时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自己也确实 他自己说没有和什么西方的那些 东突势力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他自己承受的 好的 我想这些还是说一个联论方面的事情 先以证据来看 是 刘律师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提供这个有关伊利哈木图 和提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 也会及时的跟进这个案子的审理的状况 非常感谢您 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再见